兩位 請公司分明 現在在開會 沒錯 我要說的就是這件事情 以後 WL Coffee的成員 不管是在咖啡園或是在店裡 都禁止一切曖昧的行為和言語 也禁止胡亂講話 一切公事公辦 OK 那她剛剛談到的行為 算是曖昧舉止嗎 算 所以我阻止她了 確實該禁止我們的情慎行為 讓我們合作單純化 就是禁止辦公室戀情嗎 那公司以外 我下班之後呢 我約你去吃飯看電影 應該算男女之間正常的社交 不違規吧 Lito 我拜託你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我現在只想好好發展我的咖啡事業 不想因為其他的事情分行 尤其是感情 我贊成 愛情是理智的殺手 跟合作夥伴談感情 對發展事業 有害喔 我尊重你的決定 不管你做了什麼選擇 你都是我心裡最重要的人 映霍霍霍霍霍霍霍仑 平衡行為 你剛才犯規了 這是國際禮儀 我在國外跟朋友 擁抱親吻 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剛才說的 都白講了 你覺得這些規矩 是針對我嗎 我跟雨柔以前都是這樣 現在突然多了這些規矩 應該是特地為你而定的吧